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在今天早上的IG上面看到我PO的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呢,相當重要好不好 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後喔 今天要來玩的遊戲呢 相信是不少人期待已久的 哆啦A夢 牧場物語 它是有任天堂Switch目前獨佔的遊戲 未來也有機會在Steam的平台上面看到它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進入遊戲前,相信有人還是會問 這款哆啦A夢 牧場玉值不值得來買 先跟大家說一下 這款遊戲據目前所接觸到的實體通路 全部都表示它被預購的數量 只能用多到非常可怕來形容啦 好啦,那麼剛進來遊戲呢 就會先花個大概10分鐘的時間 感受一下哆啦A夢與夥伴們的魅力 在這邊的劇情動畫當中 會先交代一些他們如何到達這個城鎮 整體的感覺來說呢 有點像在看哆啦A夢劇場版的劇情 除了有哆啦A夢的一行人以外 還會有一些在這個故事當中出現的獨特角色 整體的畫面來說呢 配色也是相當的豐富 場景中的噴水池、煙霧、花瓣 也點綴的恰到好處 呈現出一種溫暖舒服的視覺感受 最重要的當然是對話當中 全程以繁體中文顯示 看起來真的有股說不出的感動 到了這座陌生的城鎮以後呢 我們第一位認識的朋友是叫藍奇 會跟多拉愛夢一起帶領我們 開始認識城鎮中的場景 算是導遊的感覺啦 那每一個地方呢都會先做個介紹 這樣子在之後要來進行遊戲的時候呢 也會更加容易上手一點 在繞完全部的商店之後 大雄的所有好朋友都會找到 適合幫忙工作的地方 而大雄呢則是回到藍奇的家之後 在誤打誤撞之下 接管了他們的一片牧場 嘿嘿這個牧場物語啊 就是從這邊開始啦 那麼我是直接把牧場取名為 伊阿游牧場 因為最近我女兒每天都會很天真的 叫一下伊阿游 伊阿游 所以呢牧場就用伊阿游來命名好了 伊阿游 接下來藍奇跟多拉愛夢呢 又會很仔細的教我們 該如何在牧場裡面耕作 所有的步驟都會很仔細的教 就算是沒有什麼遊戲經驗的玩家 應該也可以很快速的學習 很快速的上手 甚至這個教學模式可以說是非常之多 只要有碰到新的道具或升級新的工具 NPC就會出現問你 是不是要來看一下教學 沒什麼遊戲經驗的朋友 建議還是多花一點時間 學下它的操作跟功能吧 玩到這邊呢 我實在真心懷疑我們 控制的大雄 他的角色設定是不是有錯誤 雖然有一招超強的午睡技能 隨時隨地接合睡 啊不對 好像不能睡在礦根內 也不能睡在房子的大門外 而且睡醒之後呢 你只要不移動它 依然可以賴床賴個天斑地覆 欸時間這個時候 可是會不停的繼續動下去啊 但是依照大雄在遊戲中的勞動力呢 可以說是血汗無比 一整天的體力拿來忙忙活忙序幕 還要挖挖礦山釣釣魚 珍貴的午睡時間只能是勉強拿來補充體力的一招 並不像大雄在漫畫或卡通的設定 午睡似乎是一種享受的表現 在初期的時候 先給你一些鋤頭、鐮刀、斧頭、錘子等等 還有澆水用的水壺 讓你可以先種種田以外 接下來不久之後呢 還會有NPC送你釣竿啊 稿子等等的 讓你可以做的事情是越來越多 這邊要注意一下 如果你身上擁有的道具太多的話 這個NPC給你的東西 就會暫時拿不到 接著我們就是要把一些道具丟到倉庫裡面去 再去找該NPC 就可以拿到這些釣竿或者是稿子啦 那初期的這些初始破舊裝備 都可以透過鐵匠來提升能力 這邊我倒是有特別思考了一下 最後優先了對澆水的水壺來升級一下 希望可以幫農作物在澆水的時候 整體可以加快速度 但我只能說這次的升級 頗為無感 升級有兩種變化 第一個是集氣之後 一口氣可以澆兩格地的水 另一個是可以由原本一湖水澆20塊農地 升級成澆40塊農地 如果是還沒開始玩的朋友 可能會比較聽不懂我在講的是什麼 總而言之呢 就是跟預期不符 我以為它可以幫助我澆水更快速 至於後續的升級是否會提升更大的效率 到時候再來測試看看啊 在哆啦A夢牧場物語中呢 除了可以乖乖種田耕地 把作物拿去販售以外 當然還有更多方式可以來壯大自己的農場 舉凡釣魚養雞養牛還有挖礦 對挖礦 而且挖礦這個據說是最容易致富的一個點 不過說真的 在這個遊戲裡面的道具都有點貴就是了 光是要去買一個料理啦 那個價格看到就有點點不下去 而且在這個體驗當中呢 我還有特別體驗一下挖礦的感覺 甚至我還要把鎬子給升級起來 不然在礦山裡面 有一些比較硬的地面 可是會沒有辦法挖的哦 那麼依照目前的進度來看呢 我最初是挖到地下第四層 不知道總共會有多深可以來探採礦石啦 而且這個礦石還有一個相當大的功用 就是在升級這些鋤頭啦鎬子之類的 都會需要用到它 而且量呢 可是越吃越大 所以挖礦應該也會成為大雄的日常工作之一吧 在釣魚的方面呢 真的是得等上不少的時間 遊戲中的一個小時等於我們的一分鐘 所以等條魚呢 真的是得等上非常的久 那養雞的話呢 它是每天都會下蛋 每天都有蛋可以採收 而且雞的話還需要帶它出來曬曬太陽 我是說晴天的時候 雨天千萬別帶它出來 會生病哦 還要幫它倒到飼料 那目前為止呢 這邊是還沒有做到特別的大 所以感受不到特別深刻的那種感覺 那玩到這邊 光是這樣跟了一小塊田地 花寶礦山歐歐礦 偶爾跑到湖邊啊海邊啊去釣魚 甚至呢到大街上面去找一些東西來買買 說真的就已經讓大雄的體力不值了 而且這樣子的遊戲進行之下啦 每天的體力分配哦 真的是相當重要 另外在哆啦A夢牧場屋羽當中呢 還會有許多比較擬真的效果出現 例如在釣魚的時候 我們不可以一直停在原地 重複拋竿釣魚 因為我們一直站在那邊釣啊 魚就會發現我們站在那邊 而離我們遠去 讓我們會感受到 在那邊釣的越久呢 會越來越不容易釣到魚 農作物的部分呢 也會隨著季節而改變 如果是有季節性的作物呢 我們種到換季的時候都還沒收成的話啦 就會變成一堆草在地上 這邊我是特別有感觸的 因為從春季轉夏季的時候呢 我從那個房子睡完覺走出來之後 咦 我的整塊地是怎樣 蝗蟲過境還怎麼樣 為什麼整塊地都變成甘草了 小麥的部分是幸免的 因為小麥似乎是沒有季節性的作物 更覺得一點是遊戲當中的NPC商人 他們終於不像一般的遊戲一樣 不管任何時間點去找他 都可以輕鬆買到道具或者是裝備跟武器 在哆啦A夢牧場屋羽當中的 每一位NPC商人呢 都有著不同的工作時間 又或者說啦 是開店的時間 每一間店外面都會有一個看板 寫著他們的營業時間 休假的時間不同 營業時段也不同 這個要稍微注意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才不會花了一些時間呢 去找了他們 然後又吃到一個閉門羹 只好再回到農場工作 而且遊戲中啊 有一些祭典跟活動 也會讓NPC放假跑去參加 這一點真的相當重要 千萬千萬要進一下 光是我在剛進入遊戲體驗的時候 就已經吃了非常多次閉門羹 可以說是吃到現在都還在打嗝啊 最後這邊要來提醒大家一下 其實我在體驗它的時候呢 不知不覺的就突破十幾個小時 才想到要來拍攝影片 中間雖然說有邊玩邊記錄影像 一直到最後要存檔的時候 才發現自己已經玩破十個小時了 所以說這款遊戲啊 可以說是大家的時光機器 真的是一點也不為過 那在遊戲當中呢 除了可以讓我們來中中農場 挖挖礦以外呢 其實還有一些劇情會不斷的來推進 再加上呢 其實我自己探索到的地圖啦 真的是冰山一角而已 以目前為止來講呢 可能連20%的地圖都還探索不到 所以呢 這款遊戲的系統 整個豐富性啊 算是相當的龐大 那如果說以這個時間來算的話 目前為止我是玩了十幾個小時來算的話啦 大概這款遊戲啊 輕鬆要玩破百個小時 應該也沒有太大的問題 再加上呢 如果有更多的是更要求一點的 這片農田真的非常的大 我想啦 光是要把這邊弄滿之後 然後增加自己的一些能力啦 把農場增加的更進步更漂亮 甚至呢 是在自己的房間做一點不一樣的佈置的話 應該都可以耗上超級超級多的時間 買這片遊戲呢 相信也是可以對於一些 喜歡農場模擬經營的朋友們來說 最超值的選擇之一啦 好啦 相信這款遊戲的 光是以哆啦A夢當成題材 就已經吸引到不少人的目光 不過在遊戲當中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哆啦A夢他們一群人 正常來說 友好程度應該是都還不錯才對 尤其像大雄跟哆啦A夢 或者跟鏡香等等的 應該整個友好程度是還蠻好的 不過因為遊戲裡面的設定吧 就是為了要給我們有一點點挑戰 所以不管是哆啦A夢啦 還是胖虎啦 跟我們一開始的友好程度 應該都是沒有愛心開始 有一些禮物可以來互相送他們啦 送完之後呢 會增進彼此的好感 會有一些不一樣的變化 也可以讓大家來體驗看看 首先這款哆啦A夢目藏物語 是中文版的 它跟之前先出的那一款日文版呢 最大差別就是在於語言啦 它這款遊戲就是 如同大家所看到的 是全年齡都適用的 非常非常普遍級的一款遊戲 背面的部分呢 也有一些它介紹到的東西 在體育模式 平板模式跟掌機模式 都是只有支援自己一個人玩 也有支援到Pro的手把 那以這種 其實隨時都可以拔個菜啦 澆個水啦 挖個礦 釣個魚等等的遊戲 其實我覺得就還蠻適合 Light這種玩家來玩的 有空的時候就打開來 稍微玩一下這樣子 另外呢 因為它這款牧場物語 其實我覺得可以設計出 蠻都不太一樣的感覺 包括它從那個遊戲背面的圖片來看 其實它的農場是可以蓋的 很有不一樣的味道 很有自己的特色 FB的部分也會來募集一下 除了等一下要講的抽獎以外 另外呢也來募集一下 只要在下方呢 貼出你的最有特色的農場 得到最多讚的話呢 到時候也會來 抽個禮物分享給大家 打開來之後就是 蠻簡單的 這樣子 有一個遊戲的介紹 操作介紹 下面的部分呢 這片卡夾是壓板的 在這邊呢 如果說你還沒有預購 或者你還沒有入手 或者是打算入手的朋友呢 第二片來了 我們一樣是 訂閱羅卡ROCC的頻道 分享FB的貼文 要公開分享 最後呢就是留言 我愛哆啦A夢牧場物語 完成這三個條件之後呢 就可以來參加抽獎 那我們在下個禮拜天 也會來做這個 直播的抽獎活動啦 喜歡哆啦A夢的人 千萬不要放棄這個機會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綜容賞劇喔 掰